这台明觉的小跑车我有点稍微的种草啊 之前简单的也开过一下小小的动态 然后广州车展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的价格和配置方面 今天我们到店实拍一下 我才知道这个钥匙是致敬经典的一个钥匙啊 这个有了解的朋友们一定会很清楚 同时这个钥匙还有一个很小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遥控泊车啊 可以遥控泊车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像他名字讲 Cyberster他把两个车型做了一个融合 一个是科技化的 一个是极致轻量化 所以我觉得明觉这个小跑车一改之前 我对明觉这个品牌的印象就是明觉隶属于上汽嘛 对打造一些比较亲民的车型 在这个亲民基础上 他只是好看啊 只是做的比较轻跳 或者说呃 让你感觉他比较年轻时尚 但这个车型 他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造型上 一些独特的点吧 其实车身外观前面 我给大家已经说说过了啊 包括啊 整个的就是当时这个车 还不是一个量产正好产下的 他这个底盘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他是有很大很大 可以提升空间的 我们看他车这些小小的设计细节 我们先到车尾来看一眼啊 我们来到车尾啊 这个转向灯的造型就是一个箭头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粗暴 但是放在这儿 你并不会觉得他就是有任何的不协调 同时呢 他保留了很好的一个纯粹机械素养 就是他一按抬起来的感觉啊 这个后面的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应该后备箱的这个 这个手感是非常沉重的啊 就是他后面有一定的空间使用性 同时这个扣上去之后呢 很有很有遗失感 就是那种老式跑车 一定要把他一压的感觉 我们看到那种很多美国公路片都是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你很从容的 有阻尼那个的降海来 就失去那个味了 我们再开一次啊 这个点我真的是觉得很很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啊 比如说保时捷718也是这样的 一定是一按啊 这种感觉到位了 就是如果你做的很电子 或者那种阻尼感出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就不那么纯粹了 接下来我们一步的车内给大家聊聊啊 是目前这个价位 什么价位呢 30万9800到35万9800 就是30到35万那么价格期间 你唯一能买到的纯电动的顶配 有四驱的双门的软顶敞篷 而且剪刀门的什么小跑车 我们来到车内啊 关门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大家这怎么这么难够 在这儿啊 一按就可以了啊 不要是够 不要这样的啊 就像第一次开什么麦可能720s 这玩意怎么这么沉 用手指一勾就行了啊 这个车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然后呢这个电动座椅啊 在这边调节那个方式 这个方向盘持过的感觉 我之前车展上已经给大家做个介绍了啊 手感真的是很好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是计圈速的 结果呢这个是自试一个巡航模块 也是定速巡航用的 这个呢是一键进入运动模式 会调节它的顺时的这个电门扭矩的释放 然后采用了是一个就是按键换挡的方式 环抱屏 什么叫环抱屏 这三块屏很有意思啊 现在这个车还没有被激活车机 然后它这个车也是可以计圈速的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计圈速的啊 调节圈速 这边就是一切跟驾驶相关的 这两边是什么 分别是辅助和娱乐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之前车展上我说过这个车的屏幕 副驾驶是永远看不到的 副驾驶只能看这 副驾驶只能像辽机一样 看看圈速计值什么 很有意思啊 但是跟影韵娱乐相关的 只有你能看到啊 放什么歌 或者你静态时候 爱奇艺放什么视频 只有你能这个小屏看到 所以我觉得塞布斯这车 它很有意思啊 那接下来咱们聊重点啊 这个车目前 你能买到的版本 你要尽快提升的话 只能买中配 就是339800 后置单电机 340匹马力 475牛米 官方没有说得零百加速 如果你想要四驱双电机 就是上到700多牛米 500多匹马力的车型 目前现阶段 是没有办法尽快提车的 那还有个低配车 30万9800 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电动巡航 没有L2的驾驶辅助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台 电动化的一个 就是可以捡到门开启 又是软顶敞篷的方式 我觉得最起码 你一定要上到中配 所以说当你的购车预算 来到30万到35万的价格期间 塞布斯这车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既有这种创新的感觉 又走着像路特斯的 一个轻量化 同时它又致敬了 一个明觉的经典的跑车 熟悉的朋友 一定会比我更清楚 他的字样在这写着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可追溯性的 同时是有一个创新性的 关键是什么 就目前这个价位 别说这个价位了 哪怕上到50万的价位 捡刀门 是远顶场合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塞布斯特这个车 可能它不会引起 终端的一个走量 但是这台车开到街上 回头率一定不会差 它的基础上的用料 比如说前双叉臂 后多连杆这个悬架 都是一个跑车 该有了这么一个布局 就是说它的底子 从物理参数上看着很好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这个车正式量产之后 它的动态开起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也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 这个车的收容市场 究竟有多少 因为隔壁家 有一个车叫哪吒GT 它打造了什么 是GT电跑 是一个双门四座 但是呢是一个传统门 那像这种剪刀门 软顶敞篷两座的跑车 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